是建水厂这边有管子要水要过来这里的意思 对对对他进来就会接到整个 经济部长王美花神情严肃的与水利署长及自来水公司高层讨论各项因应方案 王美花表示金融这一次会出现缺水危机 主要和气候异常降雨量大减有关 新安水库蓄水量在8月17号更跌破5成 因此如何增加水源供应层的关键 在与金融市长林游昌及立法院蔡世英开会讨论后 王美花提出了包括供僚坝上游深潭布设抽水机 重启安乐进水厂送水 调动海水淡化厂设备 与十分水库增与设备到基隆等多项措施 希望有效填补供僚坝短缺的供水量 目前第一个我们已经找到这个供僚在上游 有一个深潭的这样的地方 我们来抽水 我们把抽水机调派了一步两步进来 那这样的进来的抽的水 一天就可以抽这个5000吨到1万吨左右 这是第一个增加的水源 那第二个也在安乐的这个净水厂 把一个没有用的管线 我们把它清出来 来送到这个重法加压站 让这个加压站可以送到这个高地来 那这个也有大概可以有5000吨的这样的一个水量 那这样的水量补起来就可以补这个不足 此外我们也谢谢这个国军 也提供相关的净水车来供应这个地方 那这个一天大概有目前有 一台车有两三百吨 那大概这个部分可以 可能会增加到三台车左右 或看这个妥适性 另外金融市政府业与水公司方面合作 由水车与金融市消防车持续到高地水压不足的地方送水 金融市长林又昌也向王部长建议 特别针对五旗重化区和美的世界社区这些独立户 把水经调配和阀门调控 让水送到家户 所有的利器 特别针对五旗重化区 还有美的世界这些独立户 能够把水经过调配或者是阀门的一个调控 今天晚上希望能够把水送到家户里面去 那我想这个是这个阶段最重要要做的一件事情 一些水公司跟市政府的消防局合作 把这些水透过加压的方式送到上层的水塔 让它用重力游的方式 让整个美的世界社区周到的住户 以及旁边的独立户社区 它能够拥有水 那这目前我们在推动的状况 那部分仍然不足的地方 刚才市长也讲过了 水公司也决定用手动调控的方式 让每一个独立户的部分也能够用到水 除了短期的应急因应气候变迁 王美花强调会持续为基隆做更完整的供水规划 包括跨区调度及开发新水源等 也再次呼吁市民在基隆与季来临前 配合节约用水除水备用 一起度过缺水难关 记者张旗腾进行报道